谢谢你 我是Vicky 我来自马六甲 我叫黄浩元 来自马六甲 因为我翻到到这个十星期六 所以每个星期六 星期五晚上我就会带他上来 来练练球 之前是因为另外一个教练 还有在的时候 我是练星期五晚上 星期六还有星期日 练球过后我就会回去 其实我会真的是会骂他 我真的会很严肃地跟他讲 不能这样子做 因为毕竟他的目的就是一个 就是要练球 要 become world number one 所以毕竟这个路真的是很 不是这么容易啦 我是说 所以一旦他是努力的话 应该是会有成果 我每次会跟他这样子讲 其实我跟他说 你需要再调整 你需要再调整 自己的方法来这样子 有压力啊 我看他样子应该怎么会有压力啊 他好像happy go lucky 这样子没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压力 因为有压力的话 我看他应该是会 把自己就是去玩乐他 因为他training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很配复 这样子嘛 所以摄法都会一次会 明白他会很严肃啦 对他很严肃 所以我比较喜欢 摄法都的教法 因为我们毕竟在毛甲也是有 有那个教练 可是教练一旦 因为教练跟他们很好 所以他自己小孩子不大 怕他 所以我觉得是 他做的教法蛮重要 因为disciplin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 我觉得是在player discipline then他 他又会要focus 要determination of persistence 是very important 就有成就感的时候 我会说 我不是要求他拿什么medal 拿什么 我只是要求他 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比较积极一点 不要这样 playful 比较认真一点 因为时间不等人嘛 我的看法是说 时间不等人 一旦你到12岁到13岁 那时候你就要很难 因为追上人家了 你现在不practice的话 就很难追 因为他那时候五岁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练曲 他要打曲 所以我们马六甲的很limited option 所以我带他去球场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不打球 所以去到球场 我问那个教练 要不要收他 没有一个人要收他 所以我也就带他回家咯 他说你去 所以才带他过来 然后我就也不了了之咯 就没有给他练也没有什么咯 就到他自从八岁的时候 我才带他去马六甲的一个 扎曼的一个 有一个练球的那边 所以就在那边开始练 可是在那边练练练练 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成绩 因为那时候我只想要他去打球 我也没有想到他要什么 马六甲 因为之前他都不是马六甲 state player 所以就我在一个球场 跟人家练球的时候 就给到一个马六甲的那个教练 看到他 就是说叫他给他进去吃一下 所以我才知道 因为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 没有理由这样容易好进去 亚洲的那种 player 我说他可以吗 因为我个人很怀疑 我说不懂他可以不可以 有没有那种资格 所以就练到现在 所以他跟两次差不多 我看到有一些很多的进步 需要在每一次都send他来用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sales 所以我有时候会 偶尔会上来这边KL做工 然后有时候我做到拜五 我就回去赶回去 然后旁望我又再踏上来 如果是他要这样的话 我跟他说 因为这条路是会很很艰难的路 你肯定你要 你选择这条路 你就要努力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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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我会是个人的名字 像KBinSandaya 我会变成名字幕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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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没有人提供用戏 在这里用戏鞋的鞋鞋 中文字幕彦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